我老董事長出師了 出什麼事啊 這麼慌慌張張的 那個外面來的很多記者 記者 來幹什麼呀 好像是網上有人爆料 咱們的外來工之家 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問題 並且說 農民工張曉北的紙 和這次有這些關係 現在記者們都在外面 等你的回應了 你要不要避一避 簡直是一派胡言 顯然是有人針對我們上市 放出的假消息 孫秘書 你怎麼能自亂正腳呢 你先讓記者 在宴會廳等我 我們馬上給他們 一個正面的回應 好 我這就去 劉總 對於網上那些傳言 您如何解釋呢 所謂傳言 它在事實面前 將不攻自破 我們工程質量 絕對是符合國家標準 這點毫無疑問 但是爆料人說得很確切 讓人哪以不信 您不想解釋一下嗎 我個人認為 這是件好事 我們集團正在迅猛的發展中 有一些流言蜚語 那也是正常的 這恰恰說明 騰衡在嫉妒我們 那劉總經理 您覺得這件事 對你們公司有什麼 嚴重惡劣的影響嗎 黃國人士 黃國人士 你這個騙子 你這個騙子 別抓我 別抓我 你這個騙子 今天你要還我兒子一個公道 要不然今天我就死在大家面前 叔叔 你兒子的死 你也知道是意外啊 當時我們給了一大筆位問金 你還在媒體面前感謝我們 你現在怎麼翻臉不認人了 你難道是想借機 訛詐 還是想鬧事啊 我何想訛詐什麼 當初我以為是我兒子意外的 但是今年有人告訴我 他不是意外 我 他是被害死的 我可憐的孩子 再收拾下去休息吧 是 你還我兒子 我還我兒子 你今天必須要給我一個說法 叔叔 我不知道沈欣怡是怎麼把你找出來的 你要多少錢你直說 開個價吧 我不要錢 我就是要一個真相啊 真相就只有一個 我已經說了一百遍了 你兒子的死是意外 如果你不信的話你可以去告我 你你 你是個悲哀心的 快點兒子的 馨河 你聽說什麼了嗎 聽說什麼呀 有消息爆料說 星辰介紹了賄賂 在外來工之家的項目中 使用了劣質材料 而且直接點名 小北的死 跟這件事情有直接的關係 馨河 我我都找馨河 馨河 我是劉馨河 你就是馨河 我叫馨河 你明天要求馨 你只要聽我家小北 討回公道啊 你是小北的父親啊 來 張叔叔 來 先坐 來坐 我心夢見我兒子 說他死的願望 不久前他寫的信書 我在這個城裡 他最新來的人 就是李馨河哥了 不得已我才找你幫忙啊 請你一定要幫忙老漢我 要不然我死了以後 就沒有臉見我兒子了 叔叔 叔叔 你別太傷心 小北去世我們也很難過的 我們也很想念他 可是小北他確實是出意外死的 所有的工友們都這麼證明啊 您可千萬別聽人家亂說啊 沒有啊 但是我聽人家說 小北他就為了保護一個什麼 重要的證據 才惹了這個後段 那證據呢 證據我們也沒找到 也不知是真是假 不過叔叔 你放心 只要我們有一點線索 我們就會查下去的 一定會還小北一個清牌的 能這樣就好 對了 小北以前寫信提到過 他有個習慣 就是還要把東西啊 臨時寄存在超市的櫃子裡 不知道這個線索 對你有沒有幫助 我也知道 在你們這個城地 超市是成千上百家 我說了 也是白說呀 超市的事情 是有什麼線索嗎 你知道些什麼 紫童 你還記得上回我去買酒 忘了帶錢包的那天嗎 那天我就去大鵬超市 去找證據 可是後來我發現 大鵬超市的桂桶 每周都會要親你一次 就算小北把證據放到裡面去 我想早就沒了 我覺得 我們不應該放棄 有線索就應該去爭取 怎麼可以去看看呢 你們說的那個時間都過去那麼久了 這些櫃子裡的東西都清過好多次了 不可能找到的 麻煩您再想一想 因為我們保存的東西挺特別的 或許沒有被扔掉 而是被保存下來的呢 對呀 您當我們這是什麼地方呀 只保管不保存 王姐 他們兩個來找東西 您好 您好 請問你們是不是來找東西的 對呀 請問您的姓名是 我叫劉心和 劉心和 請你們先跟我來一下 這是 好幾個月前 我在清理儲物櫃的時候 確實撿到一個口袋 口袋裡面有幾件東西 外面有張紙條 好像寫的就是你的名字 劉心和 真沒想到被您撿到了 這些東西對我們來說 都很重要的 按我們超市的規定 這些從櫃子裡面 清出來的東西 原本應該扔掉 當我看見裡面的東西 除了有封信 還有這些現金 所以我就把東西留下了 想看看以後 會不會有施主過來找 但是沒想到這麼長時間 都沒有人來 所以我剛剛把書信扔掉了 只留下這個現金 你們拿回去吧 不會這麼巧吧 那熙和 我們趕快去垃圾桶找吧 說不定還沒被拉走呢 謝謝你啊 謝謝你啊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啊 走吧 來 把錢 來 裝起來 喂 來 把錢給你 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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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來 走 走 我們回去拿車 走 糟了 我們來遲了 怎麼辦呢 醒喝兄弟 这不是醒喝兄弟吗 大宝喝 杂风把你吹过来了 我过来找东西 可能找不到了 找啥东西 不会就在这车里边吧 对 就在这个车里 那 放心 不要着急 小到一根针 我都给你跑弄出来 告诉我 你要找什么东西 真的 我就是找一个这么大小的一个 你的灰色的布袋 这么大小的一个袋子是吧 对 好嘞 包在兄弟们身上 那这样 那个这边脏 您先到我办公室坐一下 来来来来 到我办公室坐一下 我给你托弄出来 放心 放心 谢谢啊 我身上 兄弟们 过来一下 什么事 赶快到下面找一下 这个机器不要假 不要假 你们几个都跟我走 好 好 这 就住这边 一住 去吧啊 醒贺兄弟 大宝哥 醒贺兄弟 他们是不是这个 是这个吗 我也不知道 对 你看 上面写的我的名字 漆了 在这儿绝对找得到 谢谢大宝哥 谢谢大宝哥了 先忙一下这儿 谢谢大宝哥 谢谢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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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感谢你了 太感谢了 几走资老兄弟 改天有空去我家喝酒去 下次有投资的事 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好的好的 好 先走了先走了 谢谢 星贺哥 我想跟你检讨一件事 我发现了星辰哥 偷换材料的事 但是他给我的五万块钱 让我迷了心窍 我想要拿这个钱 回去给我爹娘盖新房子 就没把这件事告诉你 可是后来我想到 我爹说过的 他绝对不会用不明不白 赚来的钱 所以 我还是偷偷拍摄了证据 我怕万一被包公头发现 会有什么意外 就把证据 藏在这个超市的柜子里 以备万一 你 星贺哥 如果我发生了什么意外 那这次 就真是为了伟大的事业 而牺牲了 你和子童姐 千万不要为我难过 因为我觉得 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小北 这件事 是 我不能不管 小北 星贺 那你打算怎么办 要不要 我把这个证据交给我吧 谢谢 子童 先不要那么着急 星辰 他做错了事 可毕竟我们是亲兄弟 我想 再给他一次 弥补的机会 你让我先跟他谈谈吧 好吗 星贺 有句话 不管你爱不爱听 我都得说 我并不是很放心星辰 应该说很不放心 我并不觉得 他会听你的话 那万一 他要是抢走证据 那怎么办呢 你放心吧 我知道 该怎么做的 不愿意 有这个不能说 是 你可以 没有 这个 我 不是 感谢观看